你好 我們是全捷科技 現在為您介紹 Snagit 的螢幕抓取模式 首先也就是最常用的是 抓取整個螢幕 你可以按這一個按鈕 就可以抓整個的螢幕 再過來是抓取某一個視窗 你可以 選擇你要的視窗左上右下 那就直接就可以抓取出來了 再過來是抓取某一個 區域 那就按這一個按鈕 那一樣是 左上右下就可以把 這一部分的區域給抓取出來 你也可以抓取一個固定的區域 每次都這樣可以抓取出來 那在這裡面 所有的 圖形就會被一一的抓取出來 另外你也可以抓取一個物件 譬如 時鐘 這個時鐘就可以抓取 這是一個物件 你也可以抓取一個選單 那選單它可能有階層性 一層一層 那Snagit有提供這個功能 選單的抓取 當您的螢幕 某一個視窗裡面 某一個視窗裡面 它是有 scrolling的 就是捲軸性的 然後超過你的螢幕 那你可以 抓取 這個scrolling的window 可以直接將 看不到的下方 也一併抓取出來 這是 scrolling的text 就是你的文字 可能超過 視窗所能顯示 被隱藏在下面 那可以抓取 這個 卷軸式的文字 另外我們也提供 freehand 自由模式的 不限定 區域的 影像 抓取模式 另外我們也提供一個 多區域的螢幕抓取模式 如所示 這邊有四個圖子 一次可以抓取 多個的 視窗 當您的 網頁 比 瀏覽器 所能顯示的 更長的時候 您需要 把它 抓 抓取 看不見的下面 那你可以 用這一個模式 抓取 當你網頁 比你的 有氧性 長的時候 的視窗 或者當你的網頁 比你的螢幕 更寬時 你也可以用這種 比螢幕寬的 模式 然後抓取 當你的 螢幕的網頁 可能又寬 又長的時候 那也可以一樣 是可以抓取的 選趨勢的文字 那一樣可以抓取 選趨勢的文字 你也可以抓取一個超連結的 圖片 你看不到的區域的 你看不到的區域的 在網頁的 看不到的區域 你也可以抓取 它可能是 在視窗的 螢幕的下方 這是一個 在螢幕裡面 視窗沒有辦法 涵蓋所有的 更寬更 更長的畫面 Snacket也可以 與其他的城市 緊密的結合 直接從工具頁中 直接使用 像 Word PowerPoint Excel 或 IE等等 總結 Snacket是一個最佳的 簡報圖形軟體 可以 幫助你快速的完成 專案的報告 還本公司 客戶接送 教學動畫影片 我們在台灣也有開日的課程 本公司是 Snacket台灣的授權代理商 歡迎各位前往本公司 購買Snacket產品 我們的服務 包含技術 支援 教育訓練 研討會等等 謝謝您 全捷科技 謝謝您 再見 謝謝